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聚焦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坚持为大举服务 为人民司法 执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22年 全国法院直接917万多件执行案件 执行到位金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 有效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有利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法院以就是要投拱地 也要把人民的事办好的精神 抓实公平与效率 在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同时 更加注重通过能动执行 将党中央关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本次发布的十大能动司法执行点睛案例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加强府院联动 筑起纾困解难 想方设厂 保市场主体 推进解决执行男士系统工程 需要通过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发挥执行联动机制的综合效应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优化法治环境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我们今天发布的案例三中 执行法院依托府院联动构建执行输养机制 能动执行和监督执行定重 为筑起纾困提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供了司法保障 在发布的案例五中 执行法院主动作为 利用政府老企业搬迁计划的配套优惠政策 引入投资人整合债权 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 妥善解决了两千多万元的职工债权和七十五期 执行案劫的叫案劫试料 助力老品牌企业的起死回生 二 坚持善意文明执行 尽可能采取活锋活扣 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人的影响 依法强制执行与三亿文明执行同向而行 使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执行工作中 要在不影响债权实现 不影响财产价值明显贬损的前提下 对能活风的企业 不死风 不封死 使查封的财产物尽启用 让企业活起来 让企业家动起来 让市场流通顺畅起来 发布的案例四中 执行法院探索对企业相关账户的解冻 置换和规矩 让企业传口气 在案例七中 面对被执行企业资金断流 拖欠众多供货商货款的情况 执行法院引入临时管理人机制 监管企业的生产经营 监管起来 促进当事人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和解 实现了企业不停工 生产不断当 工人不下岗 三 精准把握快与慢的辩论关系 坐实坐生 公正与效率 公正是法制的生命线 司法工作的效率要服务 服从与公正 但与此同时 高效司法是群众的期盼 迟到的公正会让公正打仓折扣 如何精准把握求效率和求公正的 失度 平衡 辩证关系 实现案件事了人和 考验着执行法官的三种智慧 即 政治智慧 法治智慧 和执行智慧 在我们发布的案例八和案例九中 分别通过执行的快与慢 两个方面 展示了如何在个案之间中实现公正 与效率 四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实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的统一 审判执行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 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 执行法官要心怀国之大责 早准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期入点 以能动履职 展现 担当作为 在我们今天发布的案例六中 执行法院确立了民生为本律社执行的思路 通过与涉案土地所在的郑政府 积极协调沟通 成功引入第三方 对林木予以整体收购 为涉案土地的可持续运营 和村民的长远收益 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方案 实现了三个效果的统一 五 坚持办理典型议案 促进解决一片 抓前端治未病 从源头治理 执行案 司法建议是 人民法院参与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是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重要方式 是能动司法的具体体现 在发布的案例时中 执行法院积极支持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创新执行工作方式 打好预罚款和司法建议的组合权 发挥柔性监督优势 延伸于司法职能 取得了办理典型议案 促进解决一片的良好效果 以上就是我对典型案例 特点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感谢黄文俊局长 接下来请各位记者 结合今天发布的内容 进行提问 按照惯例 在提问前请通报 所在媒体 现在就可以开始 好 请右边第二排 感谢发言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刚才黄局长也提到了 能动司法对法官的智慧和能力 有着很高的要求 请问从最高法的角度来看 如何引领基层执行干警 依法科学能动执行 有效防止乱执行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做好新时代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依法执行是底线 能动执行是要求 高素质执行队伍是保障 在所有的问题中间 我理解人的问题 队伍建设问题 是最根本的问题 简单来说 我们会通过加强规范管理 强化全员培训 立足全方位监管 这叫三位一体的结构 来推动能动司法 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具体来说 首先要立规矩 完善执行的法律的规范体系 一方面我们要严格贯彻落实 民事诉讼法的 关于执行工作的有关规定 贯彻落实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 各类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在强化对现有的 司法解释的完善 比方讲对施性献消 拒之罪 等司法解释的修订 进一步完善我们 制度建设的工具箱 第二个加强队伍 当前我们就要更重要的是 结合我们正在开展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主题教育活动 入脑入心的培养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的 执行队伍 第三就是主动接受内外监督 这个一方面啊 我们考虑要坚定不宜的 落实好干涉 这个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 这个制度的落实 现在我们也建立了 对零报告工作的一个制度 对那些违反规定未报告人员 要严肃查处 同时呢 要开散专项督查 对长期在执行领域存在的一些 完张物极 要花力气 下手段 用心力 全方位的进行处置 除此之外呢 要加强各方面 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人大代表的监督 政协委员的监督 各新闻单位 在座新闻单位的监督 主动接受 纪检监察部门的 专项检查监督 接受检查监督 通过 共同监督体系的建设呢 推动 这个阳光下的执行 阳光下的司法 让执行领域的腐败 无处藏身 谢谢 谢谢黄文俊局长 下面我们继续提问 请 左边第一排这位 主持人好 人民网记者提问 有的失信被执行人 明明有钱 但却通过假离婚 关联交易等方式 提前转移财产 导致无钱可执行 请问最高法院 对打击此类行为 有哪些举措 成效如何 谢谢 好 谢谢这位记者 由我来回答一下您这个提问 我们中国呢 是一个非常讲究诚信的国家 古语言 叫这个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又说呢 一诺千金 但是在现实中呢 确实有许多被执行人 明明呢 是有执行能力 但是却通过各种手段 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 抗拒执行 这些呢 是我们执行工作 重点打击的对象 对此呢 我们采取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个呢 是坚定不移地 推进执行的信息化建设 通过执行联动 信息共享 提高我们执行工作能力 目前呢 这个法院已经建成了 以这个法院总对总为主 地方法院点对点 为辅的这个执行网络查控系统 实现了呢 与16家单位 包括公安部 自然志愿部等这些单位呢 和3980家银行金融机构的 这个联网 可以对当事人的存款 证券 这个不动产等主要财产形式呢 实现联网查控 可以说呢 当事人目前的主要的财产形式 我们都可以通过网络系统 实现有效覆盖 从效果来看 我这里面呢 有一组数据 就截止到 今年4月底 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 累计查控的案件 有1.36亿件 累计冻结的资金 达到了2.8万亿元 查询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信息 8.19一条 车辆 1.9亿辆 证券 4.2万亿股 渔船和船舶 371.79万手 网络资金 1,09.75亿元 有力地维护了 胜诉当时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呢 我们将进一步升级 总对总查控系统 与人民法院的 这个大数据平台呢 实现对接 推动实现对当事人的 这个电话号码 以送达的地址 户籍信息等 总对总的这个查询功能 进一步加强于 自然资源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国家资产总局等 这些单位呢 信息共享 进一步拓宽 查控的范围和深度 同时呢 进一步缩短 执行查询的周期 提升我们 执行的效率 第二点呢 就是深入 开展联合信用成绩 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这2013年 最高法院建立了 私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 我们目前呢 已经与国家发格委等 60家单位 汇签文件 可以采取 11项 37大项 150小项 承接措施 这个 私信被执行人 很多方面的权利呢 都受到县里 比如说担任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乘坐飞机 乘坐 这个 高铁动车 等等 这些权利呢 都受到限制 彰显了法律的权威 和司法公信的 公信力 真正实现了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这么的一个效果 截至到今年4月初呢 有1144万人 迫于信用成就的压力 自动履行了债务 第三点呢 我们是不断完善 打局 拒织犯罪 近几年呢 我们与公安部 高检等联合 开展了 打击拒织犯罪的 专项行动 最后法院修改了 修订了 出台修订了 相关的事发解释 同时呢 我们公布典型案例 发挥典型案例的 引领作用 建立常态化的 打击犯罪 拒织犯罪的 工作机制 保持对拒织犯罪的 高压打击刺头 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注重运用 这个大数据分析系统 来分析当事人的 这个财产状况 对于逃避之行 规避之行的行为呢 通过网络数据分析 有效地进行预防 谢谢 谢谢王副博副局长 下一个问题 好 请最后一排的问题 谢谢李主任 我是人民法院报的记者 刚才王局长在答问中提到 限制那些 就是失信的执行人 乘坐飞机和高铁 是一项很好的措施 但是在生活中 也有一些这样的人 他通过黄牛买到了票 对这个事情 人民法院有什么对策 谢谢 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这个记者 人民法院 已经发现 刚才你说的这个 有些人利用漏洞 找黄牛买票 这么一件事 那么我们知道 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 通过黄牛购买飞机票 高铁票 这是一种典型的 规避执行的行为 群众对此反应 是非常强烈的 除了规避执行以外 我们也知道 还有逃避执行 妨害执行 这一系列的 拒不执行的行为 这些都严重地 侵害了 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严重地损害了 司法的公信 和社会的诚信 是切实解决 执行团道路上的 拦路虎 必须依法严以打击 人民法院对此 一直是保持高压态势 早在2021年的时候 上海法院就组织过 一个织网行动 这个是专项活动 重拳打击 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 通过黄牛 规避限制高消费令 通过那个专项活动 这个法院和公安 深挖违法购票的线索 近上海的保安区 公安机关就抓获 黄牛11个人 那次行动 对规避限高措施的 违法行为 形成了有力的 政策和打击 那么我们根据 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 仅今年 2023年的1月到4月 我们共限制 302万人预定机票 拦截 66万7千人 乘机出行 近期 这个法院针对 刚才记者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计划将被执行人 违反 限制高消费规定 乘坐飞机 高铁的名单 进行全面的核实 结合调查的结果 和案件的实际情况 依法依规 开展打击行为 行动 这里面包括采取 罚款和拘留 甚至追究 其拘捕执行 裁判的罪名 同时对黄牛 我们也顺头摸瓜 露头就打 依法依规 开展打击 我们这里要 特别强调的是 罚款 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 它是构成一个 层层递进的 一个惩戒的体系 对不同的情节 的拒之行为 我们采取 相应的惩戒措施 这体现了我们 强制执行 严格 规范 公正 文明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 根据法律和司法 解释的规定 对联名法院 生效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依法构成 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 也就是我们通常 讲的拒之罪 这就是要追究 刑事责任 那么如果没有构成 刑事犯罪的 我们可以根据情节 通过罚款和 拘留等方式 进行教育 惩戒 这在有些地方 已经广泛在试用了 那么对于 拒绝报告 或者虚缴报告财产 违反 限制高消费令等 被执行人来说呢 如果说 采取 拘留和 罚款这些措施以后 仍然拒不执行的 严重返害 司法秩序 损害 债权和合法权益的 司法机关 可以依法追究 其拒不执行 裁判 罪的刑事责任 在这里 我们特别要提醒 有钱不还的 被执行人 切莫 自作聪明 切莫 以身 释法 近年来 人民法院 不断地加大打击 拘制罪的力度 省里的一批 拘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的案件 起到了一定的 震慑 惩戒 教育 引导作用 近去年 就2022年 人民法院 以拒之罪 追究刑事责任 3198人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 做生做实 新时代的 能动司法 适时出台 新的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的 司法解释 和规范性文件 发布一批 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的 典型案例 联合公安 检查 开展集中打击的 专项行动 建立健全 公检法机关 依法惩治 拒之罪的 常态化工作机制 不断凝聚 依法打击 拒之罪的 强大合力 引导被执行人 自觉履行 法院的 生效判决裁定 努力营造 良好的 法治环境 和诚实 守信的 社会风扇 谢谢 好 谢谢毛利华副局长 我们提最后一个问题 请第二排左边的 谢谢发言人 向第一道报记者的提问 我们注意到 2022年执行工作 成效显著 为实现 确实解决 执行难 这一目标 今年执行工作 有什么新的大动作 谢谢 这个问题 我来向各位记者朋友们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确实解决 执行难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 需要我们坚定不移的 去践行 在当前 特别是今年 我们呢 这个在推动发展中 将沉寂 过去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 和工作方法 沉寂 过去 在各方面实践中间 能够体现 保护 伸出当事人 合法权益 同时体现 善意文明 执法理念的 一些思路 这个 把执行工作 变为更为有效的 贴近群众 体现公正与效力的 这个 司法活动 今年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关注几个重点 给大家报告一下 一个呢 是要强化 对溯源治理的 特别关注 第二个是强化 对 这个 诚信建设的 特别清理 第三个呢 强化对 信访 有性必复工作的 特别推动 具体来讲 就是溯源治理方面 一方面呢 要把历审 执行工作啊 放在一个大盘子中间 进行思考 那么历案中间 要兼顾执行 审判过程中间 关注执行风险 同时在执行过程中间 也关注在执行的统筹中间 能够把效率和效能的提升 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减少更多的执行意义之术 提出新的信访 的可能 第二个呢 就在这个 志愿治理中间啊 推动直破融合 这主要解决一个市场 出清的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间 如何让市场的企业 获得新生 就是有 应该讲这个 有市场的企业获得新生 让僵尸企业加快出清 增加市场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 促进市场繁荣 也是我们能动司法 要追求的目标 我说的第二个诚信工作呢 诚信工作具体来讲 有那么几句话 一句话呢 就是一定把这个 联合诚 联合这个 成界的这个常态化机制 要做实做优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把这个 执行联动工作 要融入到 现实治理 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 使执行工作 变成综合治理中间 最有生机的那一部分 第三个呢 要补习短板 就是使执行联动机制呢 未落实的措施 中央要求的 能够体现 公正与效率的那部分 联动的 要活起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关于信访工作 信访工作 我们今天追求的 我们的要求目标 在原有的 已建立的 有心必须的基础上 必须要实现 全覆盖的 有心必须 具体来讲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 已经开动了 五月份的 执行联 执行 有心必复的 攻坚工作 建立了有效的 信访 专项的 读查工作 下一步在 全国也将推进 部署 干警下基层 包信访 真化解工作 明确各级领导的 代班 包信访工作的 特定工作责任 确定市场出清 确定出清历史计案 有效减少 越级访 重复访问题 推进信访的 实质化解 关注人民群众 在执行领域中间的 这叫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让执行法官走进群众 让人民群众 减少烦恼 烦恼 谢谢 好 谢谢黄文军局长 也再次感谢 黄文军局长 王富博副局长 毛利华副局长的 发布和解答 特别感谢 各位记者朋友的出席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